誰是下一個 第三名 第三名啊 講一下理由 很認真表演 沒一項才藝 很厲害 長得算漂亮 但是 素顏實在太嚇人了 這是一百名觀眾 可能那集收視率真的算是創新高 拜蔡依林所致 謝謝依林姐 害大家都看到我的視野 我覺得很可愛喔 我覺得那不會差太多 對啊 問眉毛 通通你也真是開朗喔 有眉毛就滿足啦 那假如沒有眉毛的話 你今天可能是第一名喔 好 我們趕緊看一下下一位 到底是誰 接下來的問妹妹 誰會是百名觀眾調查出 最不可能紅的第六名啊 揭曉答案 就是細緻妹妹小訊 小訊 恭喜 恭喜 唱歌不錯 但跳舞要加強 皮膚很白 眼睛超會放電的 太吵啦 有缺點 每天只會叫肉跟肉跟的 整個攝影棚都是她的聲音 妳跟肉跟現在怎麼樣 沒有 沒有 那個沒有了 沒了 公布以後就沒了 她有沒有看到妳出一批這件事情 她知道我有跟她講 可是她 不是很在跟她講耶 妳就會 妳在上面聊天 然後她自己認為 可是都是假象 因為她喜歡的女孩子是低調 就是不要讓人家知道 她認為這樣子太尷尬 妳覺得妳自己是低調的人嗎 沒有啊 還蠻高調的 妳是只要吃完 就 那是誰 然後她會覺得 蛤 會有這樣的人在她身邊 她會覺得 壓力很大 她不想要這樣 然後就 OK啊 OK啊 這是OK的 OK啊 下一個 那妳就下一個是不是 我不知道耶 要看感覺 什麼事 找不到了吧 要看的感覺 下一個 下一個 妳以為是 我現在不是講男朋友 妳說真的 我還在講 對不起 妳以為是她的愛心男朋友 我是說下一個 妹妹或是誰 妳那個下一個 露根是誰的露根 對不起 好 對不起 下一個 應該 丫頭有了嗎 有了 Apple吧 Apple 為什麼 對 所以她就是 因為我跟她是同種類型的 就大概會就是 很近吧 哪一種類型 就什麼都是氣質 謝謝 妳講只有氣質 對不對 Apple 你看 那Apple妳覺得她有氣質嗎 就是 一開始看電視還蠻有氣質 認識以後就 認識以後怎樣 就整個海派 還是很開然的海派 對 對 不要再ㄎ了 非常好放 小旭 妳這簡直是沒有形象嗎 我這樣說夠坦白吧 妳再也不用這樣ㄎ下去了 就徹底的解放自己了 剩下的五位妹妹 先又會是最不可能紅的第五名了 答案就是日系的妹妹 妹妹 對 對 怎麼說呢 怎麼說呢 就最近覺得 有警覺到要減肥這種事情 理由要先聽一下嗎 等一下 好殘忍的理由 我講一下 舞蹈跳得一極棒 很可愛 對 但是感覺實在太貪吃了 要減肥才挺喔 好 我知道了 最不可能紅的第九名是性感妹妹打牙 第八名是娃娃1的妹妹丫頭 第七名是動感的妹妹恐龍 第六名是氣質的妹妹小薰 第五名是日系的妹妹妹妹 而剩下的這四位黑十位的妹妹妹 誰又會是最不可能紅的第一名呢 你覺得後半半 誰會脫離 對 我覺得 鬼鬼或是小潔 因為他們還很年輕我覺得 那Apple你覺得 你會贏鬼鬼或小潔嗎 我不要最後就好 的確誰都不想去號碼 而剩下的四位妹妹 誰會是最不可能紅的第一次名呢 那就是Apple Apple 你有鬆一口氣的感覺嗎 有耶 有很緊張 就這樣待會你們就不會再問我後面的那個順序 我問的時候真的很難過 一定很難過 不知道怎麼講吧 這個其實越來越殘忍 我覺得這個東西 接下來就由你跟我做的那個順序 好啦 講理由啦 講一下理由啦 不講話的時候很有氣質喔 然後 感覺很愛斤斤計較 而且感覺好像很會耍大牌 然後舞蹈呢 跳得不錯 但歌藝方面也要加強 好 好不好 其實他不會啊 我覺得他個性啊 我覺得平反就是 人家說感覺耍大牌啊 或什麼 因為人家 記住你的美麗 可能是這樣子 沒有啊 可能我還不夠親和吧 再親和一點好了 你覺得是走親和路線嗎 我不知道啊 我覺得我個性還蠻好相處的耶 就比較不會說去刻意不理誰 或是什麼什麼的 所以耍大牌 嗯 好 那我會再親和一點 剩下小蠻 小潔 還有鬼鬼 那哪一位會先出現呢 你覺得 算我能講喔 說 說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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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覺得 我胃也有點痛 我胃也有點痛 胃痛的舉手 我覺得 應該是鬼鬼吧 可以出現嗎 嗯 為什麼 因為就是他的搞笑跟舞裡頭 就還蠻得觀眾緣的 就很可愛 嗯 很可愛的部分 而且他也很努力啊 而且他也很努力啊 誰會先出現 笑姐吧 不要哭 瓜哥不要看了 你看 可是本身是調查 妹妹調查局 這個是 很險惡的一個單元啦 款階小潔 現場的氣氛 現場氣氛很尷尬 相當的一個尷尬 但是呢 還是要公布嗎 做到要公布嗎 做到要公布嗎 這個公布方面的話 也算是 比較可能 對啊 好 我們趕快看一下第三名 會是誰 緊張緊張牆 剩下的三位妹妹 究竟誰會是百名觀眾 調查出最不可能 紅了第三名呢 答案是貴貴 貴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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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先脫離了 嗯 但是 妳自己剛哭的原因是什麼 很緊張 很緊張嗎 很緊張嗎 緊張的原因是 我也不知道點在哪 看妳哭我已經難過那種感覺 今天啦 要跟妹妹講一下 你們覺得很殘酷對不對 對 但以後出片以後更殘酷 對 尤其是團體 團體的話是 比較是相當容易 人家譬如說 兩人團體或三人 三人的那種團體啊 都會看嘛 你們自己以前當歌迷的時候 也是常常會看 然後說 這個怎麼樣啊 那個怎麼樣啊 那雖然自己可能都知道 對方的實力如何啊 但是畢竟是一團的 那人家看 有時候想法呢 就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去面對的話 是用很好的心情去調適的話 我覺得也是不錯的一個經驗 而且來到我覺得 其實做這個排行也好 就是給我們九個妹妹 打一支強心針 就是讓我們知道哪裡還不夠 然後可以再去努力 對 對 對的觀念才是對的 就並不是要去傷害你們 我們傷害你們 對我們自己也沒好處啊 但是也是讓你們知道 哪邊要加強 如果一有機會在黑社會 因為畢竟你們現在去出EP啊 還是可能會去上各大綜藝節目啊 但是還是要回到 我愛黑社會 我愛黑社會 可能才是你們成長的那個地方啊 然後你們也要在這個地方呢 然後繼續的 讓自己才藝 或自己的談妥啊 內涵啊 讓觀眾感覺到 每次叫到你的時候 你就要全心全力的發揮 要毫不保留 重點啊 前兩年還是要公布 剩下的兩位妹妹 小潔機小班 究竟誰才是百位觀眾 認為最不可能紅的人啊 請問你們 請問你們